哈喽大家好,我是沉沉沉沉,欢迎来到我的 好累 我感觉我再也快乐不起来 网易云,网络流行语 纸某音乐APP评论区中存在的抑郁情绪发言过多 虽然说最近有很多舆论都在吐槽这种没事找事 多愁善感的网易云用户 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体会过别人的人生 就没有立场去嘲笑别人的脆弱 当然可能因为我,你是老网易云患者吧 没有没有了,其实我都不怎么用网易云 因为在信外很多歌都因为版权问题听不了 不用网易云,都能成为网易云患者 身而为人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拯救中毒网易云患者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 海天非常自律,意识非常强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种负面情形的给压抑下去 但是到了晚上这种意识脆弱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种压抑的情绪给释放出来 以前还不太知道大概从哪里来的科学依据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作为老网易云患者 在我多年与夜晚斗争的路上 我也有一点小小的心得 想分享给诸位网易云患者们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认知上的一种改变 说人话就是你要意识到 你已经是一个网易云患者 那在你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要学会非常理性的 来看待你这些负面情绪 人生好难啊 为什么我每天累得要死要活的做视频 其实也没有几个人看 我都不知道我在坚持个什么阵 这时你就要意识到 这不是事实 这是你的网易云综合症犯了 其实这就是事实 只是我每次都在安慰自己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是一切真的会好起来吗 你要告诉自己 哦 没事的 我只是半夜伤感 就像吸血鬼会半夜吸血 我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明天的太阳 然后明天下雨 要学会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负面情绪 那么作为一个网易云患者 当然是在半夜打开网易云听歌的时候 最容易产生负面情绪 首先就要从时间上 不给自己犯病的机会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早睡 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人做得到 所以我们要从空间上 让自己远离这种负面情绪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 卸掉网易云 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就像你分手的时候 会扔掉前男友送给你的礼物 但是如果你不扔掉的话 你真是个勤俭持家的聪明人 那么本期视频的重点就是 大白网易云 卸载网易云 卸载网易云 QQ音乐 酷狗 打签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沈逸逸逸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他是十一代 今天的我 真的很难玩 现在的我 是下一句什么呀 我要退出演艺圈 音乐难过 哈哈哈哈 不要笑场 但是这又是真的一件 那我舍不得恨死的事情 带入了带入了 给自己伤到了 我刚刚是不是很丑 民事问诊 主要呢 是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自己的负面情绪 从时间和空间上 让自己远离负面情绪发生的可能性 祝大家都能有美好的一天